米罗蒂尔丁被称为脱发治疗神器 它确实可以生发 但是一定要用对 如果用药没注意 不仅没效果 还有副作用 以下几点你一定要掌握 尤其是最后一点 很多人都错了 第一点 不要涂在头发上 米罗蒂尔丁要用在头皮上面 而不是喷洒在头发上 正确的做法是 扒开头发 喷洒在需要生发的头皮区域 然后按摩三至五分钟 促进药物吸收 第二点 喷药的时候 要精准地喷洒在脱发的区域 有些朋友大范围喷洒 让我流到额头上面来了 导致额头和脸上长了很多绒毛 都跟眉毛连在一起了 米罗蒂尔是无差别生发 有毛囊的地方都会促进生发 而且用药以后 一定要洗手或者喷药的时候 戴手套 不然你手上也可能长出来很多毛发 第三点 不要刚洗完头就使用 头发湿漉漉的时候 不要使用米罗蒂尔丁 这样会吸食药物 让生发效果大打折扣 正确的做法是 在头皮和头发干燥的时候使用 并且用药后四小时内 不要洗头 第四点 用对剂量和浓度 男性使用5%浓度的米罗蒂尔丁 每次用1毫升 也就是按压喷头7次 一天使用2次 女性使用5%浓度的米罗蒂尔丁 一天一次 每次也是使用1毫升 一定要按规定的剂量和平次使用 尽量没用够影响生发效果 第五点 坚持用药 毛发的生长是漫长的过程 调节生长周期也需要时间 所以一定要坚持3个月以上 而很多人往往才使用1-2个月 没有效果就放弃了 那样等于白用了 第六点 认准没有温度保存要求的产品 很多产品书上面 要求阴凉保存 这种20摄氏度以下保存的米罗蒂尔丁 因为不稳定 生发效果容易打折扣 所以各位朋友 一定要选对产品 好了 关于米罗蒂尔丁 生发的知识 就讲到这里了 各位朋友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评论去留言 还是这样子 该回到评论去留言 感谢观看